Hello,大家好,我是Tutu,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很久以前,因为家里的投屏需要 我买过一种无线投屏器 但实际使用效果并不好 所以就把它弃用了 最近我申请到了一个目前正在众筹的 Pik2毫米波无线投屏器 就很好奇这类东西 现在的技术表现到底怎么样 那今天这期视频 我们就一起来开箱实测看一看 发射器、接收器以及各自配备的电源线、HDMI线 发射器有点像一支录音笔 体积不算小 拿在手上还挺有分量感的 在顶部是一小块漆面 上面是一个信号灯、复位钮 机器的四周都是这种金属包裹 正面这个我以为是一个显示屏 但其实是一个logo屏 在它的两侧都有这样的散热孔 以及一个5V的C口电源孔 底部就是HDMI公头 接收器差不多烟盒大小 它的正反面都是这种反光漆面 四周是类肤材质包裹 整个还挺好看的 接口方面 左侧是一个固定裸孔、信号灯、复位钮 右侧是一个5VC口电源孔HDMI 然后它上下两侧有一样的这种开孔 不知道是散热用还是接收信号用 这里要补充一个很重要的投屏分辨率参数 它最大是支持1080P60帧 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发射器还有接收器风格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发射器它是金属外壳 接收器是塑料外壳 好看是好看 但没用多久 上面就加了很多指纹 表面也比较容易刮蹭 接下来当然就是用起来 首先把发射端接到设备上 当然是需要供电的 好在我的迷你本上就有A口 只不过这个HDMI接口是反的 所以logo屏就朝下了 之后接收端连接屏幕 HDMI对接 同样也需要供电 好在现在很多屏幕都会有这种5V的A口 但如果是这种旧的显示屏 没有A口就需要额外供电了 接上之后要等一会儿 两个设备会自动匹配 匹配完成之后 马上就信号连通 响应很快 刚看到的就是这个套装当中 发射器接收器的用法 就是这个白色的扩展物 之后会用到 那像刚刚这种接法我也发现 如果一旦显示器处于休眠 或者关闭状态 那么这个接收器的供电就会断掉 这个时候再度匹配 需要信号重连 而重连又有那么一点点玄学 有的时候快的会让人反应不过来 就都连好了 有的时候慢的又找不到原因 所以这接收器一直处于通电状态 用起来才是最方便的 连接成功之后 当然要来看看它投屏的画面 声音是否正常 现在是扩展投屏 大家听到的声音是这个屏幕发出的 感觉挺流畅 看了一会儿没觉得有什么卡顿感 我又找了一段更高清的视频 复制投屏到这个显示器下 来播放看一看它们是不是同步的 播放还是很顺畅的 目前没发现啥延迟感 这是我出镜过很多次的4K便携屏 但是可以看到在投屏选项当中 分辨率最大只有1080P 我用了MVP进行投屏 当然这个发射器就需要换用这种C2C的线 其实投屏出来的效果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是这个投屏器它的分辨率支持 这个最大支持1080P 二是这个屏幕的素质 所以即便是同样的输出分辨率 屏幕越小或者越精细 投屏出来的效果也是越好的 平时我们游戏基本要求就是60帧 所以我也进行了游戏投屏 而且我还意外发现 我的游戏本HDMI接口 可以同时给发射器供电 然后我接到了最近很火爆的老头环来玩 但是我这种游戏的苦手 没玩多久就玩不动了 可以看到笔记本能够稳定60帧运行 而当画面投到屏幕上之后 也没有觉得有明显卡顿感 挺流畅的 还是回到轻松一点的场景吧 通过在不同屏幕上的投屏测试 1080P分辨率投出来的画面 我觉得还不错 特别我发现在一个比较近的距离情况下 它投屏播放的时候 几乎是没有延迟感也没有卡顿感的 但毕竟是无线投屏器嘛 它肯定会受空间距离 信号强弱等方面的影响 所以接下来我打算做一个小测试 相信也是大家感兴趣的 现在就播放一段视频 测试看看它的传输距离和效果 的传输距离和效果 我刚已经退到大门口 没地方退了 就是在这段距离当中 没有遮挡物的话 投屏播放是完全正常流畅的 现在我离显示器是3.5米的距离 播放的声音画面都很流畅 非常正常 但如果说我再远一点拐个弯 一旦有遮挡物之后 播放就会立即中断 现在发射端接收端的距离是1米 我们放一些遮挡物 看一看有什么影响 好像跟它齐平的这种箱子来讲 是没有什么影响的 再得高一点 完全阻隔 没什么影响 那如果是全覆盖呢 我感觉也没什么影响 接收端发射端隔住 没有影响 整个测试下来 这种无线传输性能还是比较超出我预期的 尤其是距离和信号测试 在距离方面 因为我退不可退了 所以现在只能说10米内 它的传输是没有问题 很正常的 而信号方面 我发现即便有东西挡在了发射器和接收器中间 好像信号也不怎么受影响 除非是像墙体那种大面积阻隔才可以 所以在室内环境下 确实很适合无线图传 除了日常的影音娱乐 像课堂教学 会议展示之类的 都很合适 主要是使用者可以在这个空间范围内任意移动 这是在我家最实用的使用场景了 接到投影上 但很可惜 这个投影不带供电口 所以需要单独给这个投屏器供电 投屏器匹配成功之后 我就可以在客厅的任何一个角落 完全不受HDMI有限舒服的情况下 用不同的设备来切一观影了 像我之前家里装修的时候 完全没有考虑过电源线和HDMI走线的问题 而这种东西可以一定程度上 让很丑的走线少一点 当然它也可以放在房间里使用 之前我的Switch就放在电视的下方 但我平时很少用TV模式 因为本身躺在床上就已经很想放松了嘛 就不想爬来爬去的装它取它 现在就可以把接收端放在原来放盒子的位置上 发射器接到配套的扩展物上 不用额外通电 然后把Switch放上边就可以开始投屏了 躺在床上唱完游戏 想要切换成掌机模式的时候 直接把游戏机取下来 所以它很合理的给了我一个懒人理由 主要是可以在手边自由的切换两种游戏模式 就真的动都不用动的 全过程享受玩Switch的快乐 如果你跟我有相似的情况 那你就知道 不用去这样爬过来爬过去来回 意味着什么 而这个扩展物是套装里配的 它可以完全代替原版底座 相比较之下很小小便携 而且接口丰富 当然它也是可以接一些平板 手机等设备来投屏的 这个我就后续测试了 很特别的是 它设计了一个18650的电池仓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是没有这个扩展物 只需要一个转接头 就可以将发射器接到原版底座上 这套设备我都测好几十次了 中途偶尔有出现信号莫名中断 和比较强的电流声 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感觉有那么一丢丢的玄学 并且我也发现 这个发射器为什么有点不同 因为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发射还挺明显的 然后我觉得这个无线投屏器 也不完全属于真无线 因为如果发射端接收端 不支持供电的话 那它们都还是离不开电源和线 总体来讲 使用它真的是非常非常方便 稳定性有待改进 OK 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再见